声笑咯,不知道每天过着这样生活的你,是否有想过,当自己在某一切成家的时候,当自己有了小孩的时候,当自己的年龄已经渐渐增大的时候,你突然面对公司倒闭,或者是你面对离职的这种情况的时候,你有什么优势可以在职场中取胜? 在新岗位中,获得高薪资,你有什么才能,可以让你在离职期间依旧能够有收入呢?不至于给家庭增大了压力,你又有什么打算,去重新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呢? 声笑龙之人九月下旬即兴照耀,受好运影响,又望一百只前一个月难有大喜事,运势闭塞的情况,皆是运势红到八字,横财加深,贵人如鱼,另外对于一部分属龙的朋友来说,事业中早期发展坎可较多,但是只要不断设法提升工作效率和能力,逢流年即兴进驻财博,今后容易升职或是取得理想的业绩, 声笑龙的他们对财富和名利拥有强烈的欲望,没人处事方面较为圆滑,而且十分乐观,朝气勃勃,九月下旬即兴照耀,到时候好运又越来越旺盛,富贵党也挡不住,如果将机会抓住,定能富贵横达,此外声笑龙的他们如果与重要的人打交道,要谨言盛行多动脑子,不出几年越过龙门,家庭幸福美满, 9.20综合运势,即使感觉成功在望,也不要懒惰懈怯,虽然有好的运气和机会,但也需要冷静的判断和持续的努力,坚持下去一定可以说火雷雷,事业运势,工作的领域有着不错的发展前景,但还是需要继续学习来充实自己,这会让自己感觉到无比的充实, 财运运势,投资必然要承担一些风险,但如果你处于偏财运盎盛的情况下,就不妨大胆的试一试,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优,转型运势,比起那些暧昧不清,你更想要的是约会恋爱,和喜欢的人你在一起,对你来时说是更加美好的事情, 健康运势,健康上比较平顺,适合食用带有苦味的食物,有利于运势,生效龙本周运势一般,事业方面,容易陷入于和生长不可兼得的选择局面,有点迷茫不知如何抉择,建议你花多点时间研究思考,要再做进一步的决定吧,财运方面,容易任性消费,冲动投资的状态,不能随意要听途说别人的求财消息, 转情方面,单身的你需要学会抱下就情,才能走出来,获得新恋情的机会,有伴侣者要多点理解恋人的忙碌,可主动多点找对方聊天哦,龙年生然,即兴刚毅活泼之风气,嫌因寻恶难尊大,至于掌上之意见不合,善恶断分之体,骨雀圆满交集心,做事偏激的反响失败者多,对此信与矫正修的精神, 技艺的抑制者,自然的良言,龙年生人多推论,思索,奋斗,抑制强,权威,女子者嫌孤独,自信心强,不容易与他人相处,失去幸福虔诚,对共同事业难得持久力,少年认为固执,失败,中处恐陷入不正事端惹祸,属龙的朋友,能力出众,精力充沛,争强好胜, 不会轻易向困马低头,在过去的时间里,他们的运势处于低迷的状态,难以实现人生理想,在九月,他们的贵人运旺盛,会有很多的贵人为他们的事业,提出宝贵的意见,前途不可限量,只要努力付出,注定说火雷雷,裁员广将,享受荣华富贵,属龙人在三十岁的时候会遇上命中的一劫, 这一年在事业上会遭遇很多挫折,最容易被小人所陷害,甚至很多压根不认识的人也跑来捣乱,不仅工作上知事不顺,名誉也大受影响,这一年会过得很难受,很多事情都陷入僵局, 在生意场上尽量低调形势,才能平安度过,属龙的人容易给人带来温馨感,懂得变通,在外观的他,九月中旬即兴照耀,到时候运势大红大紫,进而摧炸台运,而且运气逐渐旺盛,倘若接触好运,将会收获很多意外的惊喜,此外生效龙的他们,望后三个月投资项目, 上面,也会有更多的进展,同时要注意的是,不要在细枝末节方面耽误功夫,详细滴水都可以穿石,经过不断奋斗,不久的将来生活富足美满,大师提醒术龙人,当人们生活,工作,感情不顺时,都知道自己的运势处于下降状态,稍不留心更会乌鲁天逢连夜雨,倒霉是一桩接着一桩, 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一个自古以来都存在的秘密,命不可改,运势可改,奉进奔命风向,就是通过改变自身运势磁场,来提升运势的一大方法,生效龙人若你感觉近期运气偏弱,笑人缠身,厄运缠缠,破大才可以在家中挂转运手链,这能驱过,避邪,保平安,还有调节身心,防病驱病, 财运大开,化解小人的作用,若是你能坚持共凤,真心祈祷,定能助你心想事成,带来好运,财运大开和幸福,点击下方蓝色自己查看,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采手材,顺利平安,消贩免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